在年终微博世界大会上,34岁的谭松韵和徐凯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谭松韵身穿一袭黑色刺绣裙,优雅迷人,而徐凯在台下看待的一幕更是被众多镜头捕捉,成为当晚最热的话题,那一刻,谭松韵的一句甜蜜话语仿佛击中了徐凯的心,让他情不自禁地表示心动等你,这一对甜蜜瞬间让现场以及网络上的粉丝们为之疯狂, 年度微博世界大会不仅是总结一年来优秀作品和人物的盛点,更是粉丝们期待已久的大聚会,每一年的这个时候 众多明星都会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从星光闪耀的红毯到华丽壮观的颁奖里,每一环节都充满了话题和看点 这次大会在一座豪华的宴会厅举行,现场除了媒体和嘉宾,还云集了众多粉丝,他们用摄像机和手机记录下每一个珍贵的瞬间 灯光璀璨,音乐动感,每一位到场的明星都经过精心装扮,带着他们最美的一面走上红毯 当天晚上,谭松韵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头戏,作为娱乐圈的一线女星,谭松韵多年来以其精湛的演技和亲民的形象赢得了大批粉丝的喜爱 尽管已经34岁,她依旧保持着一如既往的青春魅力,谭松韵选择了一条黑色刺绣裙,这条裙子设计精致,融入了现代时尚元素和传统刺绣工艺,完美展现了她高雅,独特的气质 裙子的轻盈面料与她优雅的不太相得益彰,宛如夜晚中的一抹星光,高贵而不失温婉,而就在谭松韵自信而美丽地走在红毯上的同时,台下的徐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这一幕 被无数镜头记录下来,徐凯身为新生代偶像,凭借帅气的外表和不俗的演技迅速走红,拥有了大量的粉丝 然而,当晚看到谭松韵穿着那条刺绣裙时,徐凯露出的惊艳表情,显然也是被她的美丽深深吸引 其实,谭松韵和徐凯之间的互动并非首次,两人在多次合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的拍摄现场,还是在各类活动的后台,他们都展现了默契的一面 因为这层关系,当徐凯在台下看到谭松韵如此惊艳的亮相时,才会发自内心的感到惊叹和心动 大会进行到中途,谭松韵作为颁奖嘉宾之一登台发言,当她站在台中央时,华丽的裙子在灯光下闪烁着动人的光芒 她发表了一番真诚的感言,感谢粉丝和支持者的陪伴与厚爱 然而,就在这时,她突然朝着台下的徐凯所在的方向微笑说道 感谢所有人的支持,特别是一些一直在默默支持我的人 凯凯,谢谢你,总是给我那么多的鼓励和力量 这一句简单的话语,却饱含深情 让台下的徐凯一时愣住,随即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她那双深情的眼睛,似乎透过人群和灯光,直达谭松韵的心 现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暖流 就在谭松韵的话音刚落,徐凯便立马回应道 韵韵,我也一直在等你,无论是合作还是生活,都希望能与你一起走下去 这简短而充满深情的表白,瞬间引爆了全场 台下的观众纷纷鼓掌祝福 这一刻,整个大厅都仿佛被一片甜蜜的气氛所包围 这一幕迅速成为了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粉丝们纷纷刷屏,表达对他们的喜爱和祝福 不少网友表示,这简直像是偶像剧中的情节,太甜了 还有人发出了感叹,希望谭松韵和徐凯的感情能一直这么好 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让人羡慕 短短几个小时内,相关话题越读量破译 各大娱乐媒体也纷纷报道,谭松韵和徐凯的甜蜜互动成为了当晚的最大亮点 谭松韵和徐凯的友谊并非一蹴而就 他们相识于一次合作 当时二人共同主演了一部现代剧,在拍摄过程中 他们不仅在戏中有深刻的对手戏外 在戏外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他们经常相互鼓励,共同面对事业上的挑战与压力 谭松韵一直以来以温暖,乐观的性格著称 而徐凯虽然外表帅气,但内心却非常细腻温柔 他们性格上的互补,使得二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每一次在公开场合的合照 徐凯总是展现出对谭松韵的呵护 粉丝们看到这样的画面都感到温馨 谭松韵和徐凯并不仅仅是生活中的好友 他们在工作中也展现出极高的默契 在多部影视作品中 二人的对手戏都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这些作品既是他们事业的见证 也编织了他们一段段美好的回忆 能够在片场拥有彼此的支持和鼓励 这对于每个艺人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他们不仅在对手戏中完美配合 还在片场的休息时间谈天说地 交流表演心得和对未来的展望 这样的合作和相处 使得他们每次的合作都成为了一次有意义的体验 谭松韵和徐凯的互动不仅仅停留在他们自身 粉丝们也因为他们的友谊和合作而无比激动 许多粉丝自发创作同仁小说 绘画 视频等作品 表达对孕凯组合的喜爱 这种热情不仅丰富了彼此的互动体验 还为谭松韵和徐凯带来了更多支持和鼓励 尤其在社交媒体上 粉丝们的创造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无论是辟图 视频剪辑 还是情感感言 粉丝们用自己的方式 书写和记录着谭松韵与徐凯之间的甜蜜和感动 这些作品也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和喜爱 它不仅是一个展示明星风采和作品的舞台 更是一个充满惊喜和感动的盛会 在这个舞台上 每一个明星都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才华 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的无限可能和希望 当然 在欣赏明星们风采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关注到微博世界大会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它不仅是一个娱乐盛世 更是一个推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优秀作品和人才 也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在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微博世界大会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和难忘的瞬间 而谭松韵和徐凯的甜蜜互动也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让我们期待他们未来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故事吧 回顾这次微博世界大会 我们不难发现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娱乐盛世 它不仅汇聚了众多明星和优秀作品 还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精彩和难忘的瞬间 而谭松韵和徐凯的甜蜜互动 更是成为了这次盛会中的一大亮点和话题 在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谭松韵和徐凯会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故事 而微博世界大会也会继续为我们提供一个展示明星风采和推动文化交流的舞台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舞台上的更多精彩和惊喜吧 除了谭松韵和徐凯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明星也在微博世界大会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或许没有像谭松韵那样惊艳全场 但他们的努力和才华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赞赏 比如有些演员在作品中塑造的角色深入人心 让观众们为之动容 有些歌手则用自己的歌声和舞台表现力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和尊重 这些明星们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了娱乐圈的多样性和活力 他们或许来自不同的领域和背景 但他们都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为娱乐圈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而微博世界大会正是这样一个能够汇聚这些优秀人才的平台 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他们的风采和成就 当然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要想脱颖而出并不容易 每一位明星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汗水 才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而微博世界大会正是这样一个能够检验他们努力和成果的舞台 在这里他们不仅要面对观众的审视和评判 还要与其他优秀的同行们进行竞争和交流 这种压力和挑战让他们更加珍惜每一次机会和表现自己的机会 不过尽管竞争激烈 但每一位明星都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态度 他们相信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能够赢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也相信未来的道路上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挑战等待着他们 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也是微博世界大会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之一 在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会有更多的明星加入到微博世界大会的行列中来 他们或许来自不同的领域和背景 但他们都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为娱乐圈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而微博世界大会也会继续为我们提供一个展示明星风采和推动文化交流的舞台 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更多精彩和难忘的瞬间 总之 微博世界大会是一个充满惊喜和感动的盛会 它不仅汇聚了众多优秀的明星和作品 还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精彩和难忘的瞬间 而谭松韵和徐凯的甜蜜互动 更是成为了这次盛会中的一大亮点和话题 让我们期待未来的微博世界大会 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和难忘的瞬间吧 在这个特别的夜晚里 谭松韵和徐凯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甜蜜与温馨 他们之间的默契与互动 不仅让在场的粉丝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感 也让大家更加坚信 他们之间的友谊 已经升华为了更深层次的情感 除了谭松韵和徐凯之外 现场的其他嘉宾也被这份甜蜜所感染 他们纷纷表示祝福和支持 希望两人能够一直保持这份美好的情感 并共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同时 他们也为能够见证这样一个温馨而浪漫的时刻 而感到荣幸和喜悦 随着微博世界大会的圆满结束 谭松韵和徐凯也迎来了新的征程和挑战 对于这对备受瞩目的明星情侣来说 未来的道路既充满机遇 也不满挑战 他们需要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找到平衡点来经营自己的感情生活 同时也要在公众面前保持低调和谨慎的态度 避免过度曝光给彼此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困扰 然而正是这些挑战和困难让他们的感情更加坚固和珍贵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谭松韵和徐凯会继续携手前行 在爱情和事业的道路上取得更多的成就和辉煌 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他们能够早日公开恋情 给粉丝们一个圆满的交代